江坤这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,他曾在多洁冲浪为观众们带来了欢声笑语,深得大家的喜爱。 生活中的江坤是一个十足的好丈夫,与妻子李静明相知相恋并在1977年走进了婚姻殿堂,之间已经40年了,依然恩爱如初。 妻子李静明来头也不小是一名曲艺说唱大师,对于丈夫的事业李静明一直默默地支持和理解着。 过年的时候大家齐齐团聚,而江坤却要在春晚上表演,这个时候都是由妻子主持一家事务操办过年。 女儿江山自小守家庭艺术气息的熏陶,才华过人,自国外学成归来后创办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,事业蒸蒸日上,而儿子江和也在杂技团展露头角。 正当大家对这个和谐美满的家庭羡慕不已时,江坤夫妇却发出了一则寻人启事,要帮江和寻找亲生父亲。 原来江和是江坤从福利院领养的孩子,当初收养江和时,江坤已经年过五旬,妻子对此也十分反对。 而江坤却先掌后奏,将江和带回了家,妻子也慢慢接受了,总是乖巧的江和。 江和后来发现福利院不少的孩子都寻到亲生父母开始闷闷不乐了。 而江坤夫妇为了缘养子的寻亲梦,四处奔波,虽至今没有寻到吧,感动的江和含泪对江坤说,不论日后能否找到亲生父母,您和妈妈都是我最伟大的父母。